日前涉嫌当街辱骂同僚 以及大纳雇物广场停车场的女警官 已经被警队冻结所有职务 根据上周社交媒体 惊奇流传的三条视频内容显示 这名女警长涉及辱骂同僚 和他人在停车场内起争执 以及在警局内羞辱同僚的事件当中 而警方特别调查小组已经在本月19日 向这名涉嫌当街辱骂同僚 以及大闹雇物广场停车场的女警官 录取口供展开调查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富丁纳书 顺在记者会上表示 警方是根据标准作业程序 冬结这名女警官的职务协助调查 截至目前警方一共接获了两宗相关同报 并且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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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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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